这是她的照片,很漂亮对不对? 她叫陶静,20岁就走上了刑场,因贤代违禁品被抓, 后遇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成为最年轻的女死刑犯。 大家好,我是三方调查员三妹。 临行前,她向警方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 要摘掉身体内的病玉环,好让自己走得干净一些。 本有着风华正茂的花样年华,为何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的呢? 点个订阅,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陶静,于1971年,出生在云南省瑞丽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在附近的林场里上班, 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陶静在学校不小心崴到了脚,被老师送回家休息, 结果陶静在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就转见了爸爸和邻居阿姨抱在了一起。 当时的他因为年纪太小,被吓住了,哇的一声大哭了。 邻居们闻讯赶来,结果都赚见了父亲的丑事。 很快,乡里乡亲的都传遍了,真可谓是臭名远扬啊。 而陶静也因为这件事变得非常自卑,活泼开朗的他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寡言。 父母也因为这件事情经常吵架,在父亲痛苦忏悔和极度挽留中,母亲选择了隐忍下来。 他觉得两个孩子是无辜的,本以为父亲会痛改前非,可狗改不了吃屎。 两年后再次重蹈覆辙,母亲再也忍受不了,带着陶静开始独自生活。 哥哥则判给了父亲这个家离了。 那个年代,一个女人要拉扯大一个孩子并不容易,所以娘俩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然而,乌龙偏逢连夜雨,母亲在工作中不慎腰部受伤,工作也没了。 接二连三的变故,让陶静的心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她用她的方式和母亲碰撞着,开始叛逆,耍个性,整个初中时期就这样度过了。 到了高中,父亲高颜值的基因起了作用,陶静出落的美丽大方, 没多久就是学校出了名的大美女,很多男生为她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亲情上的伤害和缺失,让陶静渴望安全感。 于是高一时,她就和班里的一名学霸谈起了恋爱。 青春时期的两人在爱河里不可自拔,还经常逃课出去约会,荒废了大量的学业, 导致两个人的成绩急速下滑。 老师和家长的介入也无济于事,就这样越来越糟糕。 高考时,两个人都考出了很差的成绩。 男生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陶静则直接没有学上。 而此刻,事后诸葛亮的男友觉得,都是因为和陶静谈恋爱, 他耽误了自己的前途,他决定要和陶静老死不相往来。 这对陶静的刺激比较大,昔日相恋的男友忽然之间变成了仇人。 煽心欲绝的陶静,只身来到了瑞丽市。 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找了一份洗头工的工作。 要知道,那时候的发廊,在人们眼中都是不干净的代名词。 而发廊妹那都是不正经的代名词。 自古美女都吸引眼球,由于陶静长相甜美,外表靓丽, 理发店自从他来了之后生意异常的火爆。 而且这些男人都点名让陶静洗,明白这是另有所图。 陶静心里知道,这些个男人一个个都不怀好意,心怀鬼态。 他们经常会明示暗示陶静,希望能和他发生点感情, 有的甚至直接给他塞浅,刚刚步入社会的陶静,年轻气盛,傲气十足。 自爱自重的他,对于这种出卖身体赚钱的方式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 直到有一天,一名打扮不凡的男子走进了理发店。 他叫杨博,全身上下都透露着强大的气场。 陶静见他第一印象就非常深刻,而他也经常点陶静洗头。 但和其他男人不一样的是,他从不动手动脚,彬彬有礼,谈吐得当。 时间一长,两个人就熟悉了起来,他告诉陶静,他是个华侨,来自于缅甸,来锐利是做生意的。 这些都使得陶静对杨博的第一印象不错。 虽然说理发店生意火爆,但对陶静来说是个折磨,每天都要忍受形形色色的男人的骚扰,有一次恰好被杨博撞见。 只见那个顾客边洗边捉弄陶静,甚至还动手动脚,陶静被吓得惊叫躲开。 这时在一旁排队等待的杨博上去就将这名顾客像拎小鸡一样扔出了店外,什么话也没说,丢给他了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最后只见男顾客灰溜溜的走开了,陶静为了感谢杨博请他吃饭。 在饭桌上,杨博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并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照顾陶静,保护陶静。 还说陶静不用急着答应他,他会用行动去表示。 之后杨博每一天都会来找陶静,还会给他送一些贵重的礼物。 渐渐的陶静感动了,他觉得杨博的第三印象实在是太好了。 他没有多考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和杨博在一起。 热恋时期的杨博对陶静关爱体贴,虚寒温暖。 这样陶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安全感。 他班聚和杨博住在了一起,而他自己呢,也不用再去发廊洗头。 现在的零花钱比之前洗一年的头赚的还多,他觉得此刻自己是最幸福的。 殊不知,这正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 随着两人相处久了,陶静发现杨博来无影去无踪,想主动联系他根本不可能。 而且,自己也快把瑞丽给住遍了,租的房子经常换,最短的只住几天。 做生意的杨博身上没有什么行李,更别说什么值钱的商品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快递,没有商品,该如何谈生意呢? 况且,他经常往返于云南和缅甸之间,他到底在搞什么鬼? 于是,他便质问杨博,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做哪方面的生意? 杨博见状瞒不下去了。 他坦白道,其实,我是做违禁品生意的,淘静一听懵了,作为单地人的他,对这几个字并不陌生,每年报纸上都会报道一批因他被抓的人。 他看着眼前的杨博无法接受,伤心之余的他选择了分手,然而分手后却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那刚烈的性格,还是毅然决然的去了医院,彻底断了和杨博之间的联系,身心俱伤的他回到了妈妈身边,每天茶饭不思,魂不守舍。 也不和妈妈说一句话,几天后,杨博找上门来,还带了很多营养品,他掏心掏肺的对淘静说,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放心吧,我会非常谨慎小心的,我保证就干两年,等赚到了钱,我们俩就好好过日子。 在杨博的花言巧语下,淘静心软了,最终他跟着杨博回去了,但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医院。 因为杨博告诉他,带上并运环,避免以后再意外怀孕,对淘静身体不好,现在两人都不太稳定,不太适合要孩子。 到这里,杨博真正的阴谋才开始启动,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女生有天生的优势,可以方便藏违禁品,就算搜查也不易被发现。 而杨博也经常有意无意的向淘静透露,要是有弦内柱帮他就好了,而且啊,这一行,弦内柱非常重要,他们都有天生的优势,如果能早一点赚到钱,就早一点收手不干了。 他特别期待着和淘静过二人世界,就这样,在杨博每天的灌输下,淘静的耳根子软了,他决定帮助杨博。 于是,两人便一起去了缅甸,老狐狸的杨博虽然知道淘静有先天优势,也知道淘静很爱他, 但是试尽成功与否,还在于淘静的心态,他首先带淘静在缅甸玩两天,放放松,第一是为了等货,第二是为了哄淘静开心,毕竟淘静还是个小女生,狠吃这一套,果然杨博他得逞了,此时的淘静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还是和之前一样的关爱体贴,自己也在心里默默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杨博完成这次任务。 两天以后,杨博等到货后,亲自将违禁品藏于淘静的身体里,然后给了他一张车票和一个提包,告诉淘静,到地方后再联系。 另外他也知道,淘静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就是淘静的牵挂。 为此,杨博还专门给淘静办了存折,给里面打了2000块钱,还说这是给你妈妈的,以后她就是咱妈,咱们一起孝顺她。 没事,你别怕,特别是过关卡的时候,一定要放轻松,最坏最坏的打算,万一你出事了,我答应你,一定会照顾好咱妈,每个月我都会给她打钱,让你无后顾之忧。 就这样,在杨博的花言巧语哄骗下,淘静踏上了死亡之路。 过检查站的时候,非常的顺利,关卡的警察,见淘静一个小女孩,年纪又小,也没有什么行李,基本上都是直接放行。 入境成功后的他,立刻给杨博打电话,杨博告诉他,要去儿童医院附近的一条街上,找一个戴着白色运动帽子和黑色手提包的男子,他就是收获人。 但淘静不知道的是,接线人就是一名卧底警察,而此刻交易的地点周边,早已部署好警力,就等着他自投罗网。 淘静深穿一袭联姻群,留着时髦的短发,在人群中很是显眼。 但他第一次犯罪,那焦虑的神色也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时,一个男子迅速地靠近他问,你是淘静?淘静定精打量,头上白色运动帽,手上黑色皮包,没错,都符合。 马上回答,是的,货呢?给。 只见男子拉开拉列,将里面的货物取出来查看。 正当淘静为他的行为捏一把冷汗时,自己的胳膊就被男子抓住,只听他立马震慎道,跟我走一趟吧。 然后明亮的手铐就亮出来了,淘静此时吓坏了,贪坐在地上,没想到,甘心的事情还是来得这么快,他等来的竟然是警察的抓捕。 审讯室里淘静平静地回答问题,淘静,二十岁,得红瑞丽人,第一次。 二十岁,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个? 不是我吓你,你这量都够判你好几次的死刑了。 你在云南的下家都被我们抓获了,念你是第一次,这样吧,你告诉我们你善家是谁。 到底是谁交给你东西来交易的,要知道你所携带的违禁品达到五十克,就是死刑了,而你这次的量就给你死四回的了。 当然你也不要害怕,你可以选择和我们合作,说出他是谁,现在在哪里,我们可以帮你申请重大立功表现,好在你是出饭,也许可以免于一死。 接下来,当警察想知道是谁指使他是,他沉默了,任凭警察如何好言相劝,淘静都无动于众。 就这样僵持了好几个小时,没办法,这个案子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任何进展的警员,只能暂时先将淘静关押,并且戴上了脚料,这是直观显示死刑的特征。 当时和他关在一起的摄友看到,还关心的问道,小姑娘,你这么年轻,犯的什么罪啊?怎么就戴脚料了呢?这可是死刑才会有的。 听到这,淘静再也忍不住了,他失声痛哭了起来。 要说淘静的案件,事实清楚,他的生死就在他自己的一念之间,是继续沉默,还是交代立功。 警察也见过无数恶狠的罪犯,但也不知为什么,对眼前这个才20岁的淘静深表同情。 他们觉得淘静是涉事未深,受人哄骗才做出这样的傻事。 给了他很多机会,也提醒了他很多次,但每次都在善家这里,戛然而止。 性格倔强的淘静,像笃定了什么一样,始终不松口,最终一审判定,淘静被判处死刑。 在那个年代,犯人被判死刑到执行,中间的时间很短,也就是说,此刻淘静的生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但有一位女警员,因不忍看到淘静这么傻,好端端的姑娘就这样毁了。 他提醒道,淘静,只要还没到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天,你都有机会。 期间,警方还魄力将淘静的母亲和多年未接的父亲和哥哥叫过来劝说,但淘静仍然不松口,很快,澳省维持了原判。 行刑时间定在了1991年的10月28日。 到了行刑的前一天,那位女警还不忘来提醒淘静, 傻姑娘啊,你现在立功还来得及,你这样做不值得。 可淘静依旧什么话也没有说,女警十分痛心,无奈之下她问道,那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可以提出来。 有,我有两个心愿,第一,你们能不能帮我摘掉身上的殡运环,我想走得干净一些。 第二,我还想再见一下我的妈妈,我打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还有你想吃什么,衣物之类的都可以告诉我,我会转达你家人,让他们准备。 淘静平静地点点头,一点也看不出来她这个年纪该有的冷静。 后来淘静就在看守所简易搭建的手术台上,取出了殡运环。 女警也将淘静妈妈准备好的衣服鞋子,还有亲手做的饭菜交给淘静。 第二天行刑时间到,武警去提人时,本以为是哭声一片。 没想到,淘静沉着冷静,跟着武警走出并绑上绳子,紧接着来到宣判大会现场。 经过简单的宣判之后,就被押送刑场执行。 在上行车之前,淘静还被允许与自己的父母还有哥哥再见上一面。 这是淘静的哥哥还在努力劝说自己的傻妹妹。 谁知淘静却说,你要是针对我好,就替我好好照顾妈妈。 然后留给了妈妈一张遗嘱,只有五个字,亲爱的妈妈。 随着一声枪响,淘静走了,那一年她只有二十岁,在她风华正茂的年纪,却让她遇上了一个恶魔。 而她的男友杨博,由于不知道其真实姓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无法进行抓捕。 但淘静不知道的是,母亲在她走后因伤心过度,几年后也因病去世。 每年的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是第34年。 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禁毒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毒品是人类的功底,它不仅严重摧毁人的身心健康,还会助长更多的暴力犯罪。 无数多惨动的案例告诉我们,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 面对维静品,这张死神定过来的邀请券,我们要坚定地拒绝它。 1982年,在云南临仓,我国成立了第一支击毒专业队伍,掀开了我国禁毒事业的新篇章。 正是因为有了击毒英雄,日日夜夜奋战在一线,默默地为我们遮风挡雨, 才能换来我们的岁月静好,向击毒英雄致敬。 那以上就是三妹的调查报告了,你的点赞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还可以开启小铃铛哦,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影片了。 小妹感激不尽,我们下期再见。 小妹感激不尽,我们下期再见。 小妹感激不尽,我们下期再见。